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就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治基础的极端重要性 以及两种道路选择可能带来的两种前景 做了系统的说明和论述 这体现了我们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 马小光强调 当前两岸关系正处在重要节点 求在台湾新的当政者手上 何去何从 人们拭目以待 对于有台湾记者提及 有民进党人士主张 台湾今年参与世卫大会的代表 应该采取抗议模式进行抗议仪式 发言人马小光对此回应称 关于处理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原则 以及台湾在2009年之后 之所以能够参加的大背景 是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开辟了和平发展道路 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如果有人试图挑战一种原则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应该做出评估和预判 同时马小光还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 联大2758号决议 与世卫大会25.1号决议 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世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 予以重申 天经地义 我们来看下一条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在23号召开 台湾新旧当局就含富 世界卫生组织之事达成各自处理模式 第一封由马当局向世卫组织表示 已收到邀约 并转达准台卫福部门负责人 林奏言将另送信函说明 第二封由蔡英文团队 回应江派准台卫福部门负责人 林奏言率队前往 不过马当局在第一封回敬中 加入对一中原则的回应 而民进党则在第二封信中强调 即将卸任当局立场 不代表新当局立场 因此形成分别回复各自表述的情形 台卫生福利部门9号上午收到 本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邀请函 并于晚间召开记者会说明 据介绍 台卫福部门已和台外事部门 也拟完毕纸致回函 并已交由国际快递寄出 台卫生福利部门国际合作组主任 许明辉表示 本次回函 由现任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 蒋炳黄署名 内容告知世界卫生组织 台湾方面将参与本次世界卫生大会 但届时由新任负责人 林奏炎率团 与会团员也将由林奏炎挑选 挑选完毕 会立刻将团员名单寄出 此外 对于邀请函内付诸的一中原则 徐明辉说 台湾当局在回函中也特别说明 将秉持马英九当局八年来一贯的立场 但令人压抑的是 过去三年 台湾接货的邀请函内 截附由网络报名的账号密码 本次却为接货 因此无法通过网络程序报名 外界担心 报名因此出现变量 但台卫福部门则对报名成功 相当有信心 而台行政机构准发案人同振员 则就台卫福部门回函内容 作出回应 他强调 马英九召开台安全高层会议 并做出一个中国原则相关财势 这不能代表新政府的立场 更不符合台湾社会的最新民意 一个再过十天就要卸任的政府 没有权利 也不应该为台湾设下参与 国际组织活动的政治框架 有关两封信的回函 同振员强调 因为马当局也希望有正式说明 给世界卫生组织 明天囊方面也希望可以说明 他们除了回函以外 还同时附上邀请函名单 另据台媒最新消息 台当局世外部门发言人 王佩玲10号称 台湾地区在日内瓦办事处 于当地时间9号下午2点 将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回函 当面交给世界卫生组织 秘书处工作人员 报名手续完成 好的相关的话题 我们来听听昨天晚间 台北演播室带来的深度分析 我们看到蔡英文方面 指责马英九当局在回函中 承认九二共识 是给台湾设下政治的框架 也有人说 他们现在绿营骂马英九的每一句话 其实都是打向蔡英文的一个强力的回力标 乡龙哥你怎么看绿营的指责 蓝绿之间其实是有一条跨不过的鸿沟的 那个九二共识 一个是1998年 稳定两岸关系最重要的基础 同时它不只是两岸共识 它是全球共识 国际社会当中来讲 都接受了九二共识 认为九二共识 是一个磨合出来的 让台湾 让两岸都能够共同出现在一些 大家认为不需要这么讲究政治的场合 好 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讲 九二共识是一个 没有任何人能够再讲得出口的四个字 它已经成为是一个禁忌 因为在2012年的领导选举的时候 蔡英文领头 然后有李登辉背书民进党 全党跟进压住在上头 九二共识在民进党的思维里面 已经彻彻底底的被摧毁了 简单讲 今天两岸之间 不只是直接的对话 或者是透过国际场合当中 希望共同的出现 那个通关密语没有了 没有了那个通关密语之后 大家连怎么开始说话都不知道 马恩就是在给他们穿小学设框架吗 其实这个帽子也太大顶了 你如果去理解马恩就 顶多只能说 在他卸任前的两个礼拜 他仍然坚持他过去七年以来 一贯的路线不是吗 所以今天与其说 马恩就是去穿小学设框架 没有马恩就只是始终如一而已 在台湾局接获世界卫生组织所发的邀请函后 蓝绿阵营都有所动作 相关各方事件都聚焦在这件事情上 想看看520前后 蓝绿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 据台湾媒体报道 针对台湾参与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进展一事 马恩就九号下午 召开台安全高层会议 沿上应处措施 马恩就在会中指出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前发给台湾的 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中 提及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等 涉及一个中国的内容 外界有人认为 这与台湾参加示威大会没有关系 这是很大误解 他希望岛内政坛审慎盈盈 不要让八年的努力白费 民进党籍民代邱志伟 则质疑 马办呼吁要正面看待示威邀请函的做法 是所谓欲中就软 欲日则硬 不会分敌我 据台湾联合报道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 9号在联谱网连续发表三篇文章 至蔡英文带领的台独诈骗集团 在2009年 批台当局以中华台北名义 参加示威大会是卖台集团 但在2016年 又称中华台北参加示威大会并无不妥 蔡正元认为 面对台独诈骗集团人人得公知 大陆海经会副会长 前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9号表示 民进党一方面说要去参加示威大会 一方面却又不接受一中原则 他认为蔡英文的520讲话 对于届时台湾参加示威大会 以及在会议中发挥的作用 将产生影响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9号表示 美国强烈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及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活动 美国乐见台湾收到今年世卫大会的邀请函 同时强调 美国依然信守 给予美中三个公报 给予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 好的相关的话题 我们再来听听昨天晚间 台北演博士带来的深度分析 昨天民进党方面的举行记者会说 世卫邀请韩李写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 和一中原则是没有关系的 马英九说不能说没有关系 他希望新当局要审慎的因应 不要让这八年的努力白白废了 李姐你怎么解读马英九的这个表态 我觉得从马英九 他一贯的施政作为来讲 不管说他在一些方面 是不是有做的不好 或者不得民心之处 可是起码他在两岸来说 马英九倒是一个相当信守原则的人 这八年来 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检验他的话 他很稳健的处理台海两岸 乃至于国际空间 逐步的把台湾的国际空间打开 这个功劳非常的明显 而且全台湾的民众都有很深的感触 所以在这种两岸因为有一个架构 可以处理这个以前觉得无法处理的僵局 以至于我们可以共同的在国际社会 一个很有善的方式存在着的这个前提 其实就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从1993年就开始谈的九二共识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应该是说 他的心情台湾大部分了解他的人也知道 他就是属于那种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的那种心情 他就觉得虽然我的任期也只不过十天就要卸任了 可是我还是得去敲那个钟 我还是得去尽责的把我的这个想法 把我过去做的努力 想把它维持守护到最后的一分一秒 好 现在来为了分享点评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10号下午敲定 国民党第二波七县市党部主任委员人士安排 其中 宜兰与澎湖两县市党部主委 由县议员兼任 深绿板块之一的宜兰县新党部主委张建荣 曾任县议会政府议长等职务 在这波人士任命中资历最深 将负责重新开拓深绿地区的选票 据报道 洪秀柱曾于4月27号公布第一波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新竹县市 嘉义县市 苗栗 花莲 金门 连江县等12位县市党部主委 10号下午则公布第二阶段派任主委名单共7人 分别是 接龙 宜兰 张化 云林 南投 台东 澎湖等7县市党部 据悉 全台22县市国民党部中 目前 尚有新北市 桃园市 屏东县等3县市党部主委尚未确定 宜兰县党部新任主委员张建荣 有40多年社会服务历练 洪秀柱希望张建荣能发挥地方整合功效 在深绿地区重新争取基层对国民党的信心与支持 据台媒报道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陈以信昨日表示 马英九10号上午指派马办秘书长曾永泉 拜会台所谓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告知马英九已决定同意翁于3月29号所提出的辞呈 并转交信函给翁启慧 马英九在信中表示 有关台所谓中研院新院长候选人名单 他不予退回 但希望他们紧速安排三位候选人 与他或下任领导人会谈后决定 至于遭外界质疑的本届负责人领选过程 也希望台所谓中研院紧速对外说明 马英九在信中还说 翁启慧请辞获准后 他将依照辞职通力 立即留任王范森 王渝 王慧君等三位复职负责人 并指派王范森代理所谓院长职务 以维持正常运作 到下任负责人产生就任为止 绝不致因翁启慧辞职 造成人事动荡 据台媒报道 封卿会将回任台所谓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特评研究员 回归研究工作 并专心配合司法调查 准台法务部门负责人邱泰三 拜会时代力量党团 针对各项司法议题进行意见交流 不过争议性最高的死刑存废 双方却都没有对外谈到废死议题 邱泰三只说 执行死刑在台法务部门也有机制 等到上任之后就会跟内部再讨论 而这次的对谈大方向 还是在研究司改 交换双方的主张 准台法务部门负责人邱泰三 拜会时代力量党团 以为是要谈谈费死吗 议题是原本就不会好 我们一开始在本来排定的议程上面 就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这部分倒是没有提到 争议性太高不谈 两个小时闭门对话 那邱泰三都和时代力量聊什么 当然还是大的整个司法改革的时程 可能的做法 那包括了说 在有关于整个检察官的制度 司改当然要谈 毕竟这是邱泰三专长 大家关心的还是死刑存废 我想这个基本上呢 有关于死刑这种议题呢 包括他们过去都有一些机制 我想我进去之后 会跟他们相关的人员 来做这方面的了解 目标这么明确了 但邱泰三还是绕了一个大圈 不说明白 时代力量原本规划 一系列和新当局对话 但另外两位部门负责人 许于哲 林奏言 林氏喊咖 这个对话系列 邱泰三成了和时代力量对话的 首位部门负责人 也是最后一位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省钱自豪 原定只花十万新台币 要设计公务员一致性服装 没想到三款打样出炉 连柯文哲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退回设计要重新招标 议员估计这一回 要花上百万元新台币 曾设计周美清庆典礼服的 吴日云分析 公务员服装并非一定要死板无趣 善用布面和剪裁变化 简单大方又能 设计处让周美清 都重义礼服的吴日云 可不这么认为 市面上所看到可能就是压零格纹 像我们压的是一个很不规则的图 一样是棒球外套 从改变压纹着手 舍弃来卡 用重棒数牛仔布面 一样大方稳重 又或者是设计出 可以双面穿的长外套 翻个面就能换场合穿 换季只要拉开拉链 一衣四穿 颜色上面的表现 其实它有点太单调 以后它其实可以在 广泛的去多玩一些色彩的部分 以后可以融入一些 台湾的一些像印花 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前 已开始搭建 520就职典礼舞台 但台北市连日滂沱大雨 民进党担心重演2004年 陈水扁就职典礼 大雨舞台崩塌的情形 但其实绿营准备的 预备方案 只有一件雨衣 届时只能穿着一件 薄薄的透明雨衣 冒雨管理 没有雨棚跟雨遮 民进党响应 还请管理嘉宾要忍耐 青钢架搭起 蔡英文就职典礼舞台雏形底定 但瞧这天气乌云密布 就怕520当天大雨下不停 蔡英文520就职典礼 当天如果下起超大豪雨 雨备方案只有一件雨衣 21000位观理嘉宾 只能穿上这一件 假电代理 薄薄一件透明雨衣 这就是520唯一的雨备方案 民进党准备2万多件 但连标签都没贴 皮才值120公分长 一件成本5元 因为现场没有雨棚或遮蔽物 无论毛毛雨大雷雨 所有人只能穿着这件 冒雨观理 原则上我们这是救急使用 那就是说 如果真的大暴雨的话 可能还是要请大家 就是稍微忍耐一下 按照惯例就职典礼 现场不能带雨伞 但这回开放自备雨衣 但只能穿透明的 任何有颜色的 维安人员会立刻请你脱掉 要是雨震的下太大 民进党准备的小提代理 还附上一条毛巾 特地给你擦擦脸 只是回忆上回绿营执政 2004年 陈水扁就职遇上大雨 舞台整个崩塌 这回民进党也加强 舞台道具防水措施 雷虎小组也将依当天天后 决定是否起飞 倒是礼宾人员 穿着美美小礼服 什么都没得遮 在这个礼宾台的部分 是有雨遮的 所以按照往例 我们是都不会穿雨衣 就怕老天爷不赏脸 雨势吓得太猛 雨衣买再多 就职气氛也瞬间交袭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 更丰富的两眼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同时也要感谢月花不锈钢 对本节目的大礼支持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地时间10号 在索契表示 希望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 能够为叙利亚带来 积极和根本的改变 据克里姆林公网站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天在索契 同国防部领导人 举行工作会议 讨论俄罗斯武装力量 在叙利亚实施反恐行动的结果 普京谈论俄罗斯总统 纠正在叙利亚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要对每个问题进行彻底分析后采取纠正措施 普京肯定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发展情况 及其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的表现 他说近年来俄罗斯武装力量快速发展 进步显著 作战训练次数和强度均有提升 物质和技术保障得到改善 武器现代化率达到47.2% 比三年前提高17.2个百分点 普京表示 俄罗斯军队装备的优秀品质 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得到证实 自开展针对叙利亚境内恐怖组织的空袭行动以来 俄罗斯空天部队共完成1万多架次空袭人物 摧毁3万多个目标 帮助解放超过500个叙利亚居民点 俄罗斯军队对叙利亚恐怖组织的打击是准确有利的 正是俄罗斯采取的军事行动 使叙利亚境内反恐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 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创造了条件 2015年9月30号 应叙利亚政府要求 俄罗斯军队开始对叙利亚境内极端走织 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中打击 自今年3月15号开始 俄方从叙利亚撤出俄罗斯主要军事力量 但俄罗斯战机仍继续空袭叙利亚境内恐怖组织 日本和美国双方10号宣布 不日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将于27号访问广岛 但美方表示 此访并不是为二战期间 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道窃 日本政府说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26号和27号 在日本三重线一世致摩召开 峰会期间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陪同下 访问约400公里外的广岛 日本媒体称 奥巴马将成为首位访问广岛的美国再职总统 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 奥巴马将借对日本广岛的历史性访问 彰显美国不靠核武器追求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承诺 欧内斯特本月2号曾表态 奥巴马不认为日本因为1945年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得到道歉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杰明罗斯 10号也称 奥巴马访问广岛不会重新审视 美国在二战后期使用原子弹的决定 而是聚焦共同的未来向前看 日本是迄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为促使发动清越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 美军于1945年8月6号和9号 向广岛和长崎空投原子弹 长期以来 日本借此把自己描绘成二战受害者 但很少提及日本遭云子弹攻击的历史背景 日本政府此前多次极力主张 奥巴马在任期内到访广岛或长期 在访问日本并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 奥巴马还将访问越南 当地时间9号午夜 巴西众议院代议长瓦尔迪尔·马拉尼昂宣布 撤销他当日早些时候签署的 废止众议院总统弹劾案的决定 巴西众议院代议长马拉尼昂 9号早些时候签署决定废止总统弹劾案 在巴西政坛引发轩然大波 分析人士指出 此决定不仅涉及法律争议 也反映由弹劾案导致的政治危机趋于白热化 参议院议长卡列罗斯随后宣布 参议院将无视众议院代议长废止弹劾案的决定 案员有程序 继续审理对总统罗塞夫的弹劾 马拉尼昂9号午夜 在其一支卡列罗斯的一项通知中宣布 撤销他当日早些时候签署的 废止众议院总统弹劾案的决定 按照原计划 今天参议院全体会议 将对弹劾案举行首轮表决 约旦国际特种作战部队武器装备展 10号在安曼阿布杜拉伊市空军基地开幕 共有来自37个国家的380家公司和企业 展示了特种部队最新技术装备 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伊市 各国驻约使节 参展国军事专家和观摩团 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 此次武器装备展 室内和室外战地面积达7.5万平方米 展览共分6个展厅 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先进武器装备 在展会上亮相 除战斗机 武装直升机 坦克 水陆两栖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外 还有为特种部队研制的自动排雷仪 步枪 卫星定位系统 夜视仪 防弹钢盔 防弹衣 可移动野战医院战车等 约旦国际特种作战部队武器装备展 始于1996年 每两年举办一次 至今已举办11次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自微信平台 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何时小丽带您继续看新闻 9号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地区的天雨 上演了罕见的水星临日奇景 那么这次难得的天文奇景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起去了解一下 所谓水星临日 是指水星从太阳表面缓缓划过的现象 与日月时类似 此时太阳水星地球位于同一直线 由于水星比太阳小得多 临日时水星的太阳表面就像一个小黑点 水星临日是很罕见的天文现象 平均每100年发生13次 本次水星临日 水星如同一颗黑质 从太阳的东边缘进入 持续大约7个小时后 从太阳西边缘移出 本次奇观的最佳观测地点 位于北美东部 南美洲 欧洲西部 以及非洲地区 整个临日过程 刚好发生在以上地区的日间 而对中国的天文爱好者来说 入灵时刻 东部地区已激进日落 不过西部地区日落较晚 中西部地区公众 几乎都能看到 灵日的开始阶段 且越往西 越适合观测 没有观测到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 美国航天局的观测 领略一下 水星灵日的精彩瞬间 天文资料显示 水星灵日只发生在 5月8号和11月10号前后 本世纪有14次 但多数发生在西半球 中国公众能观测到的 仅有几次而已 据了解 下一次水星灵日 出现在2019年11月11号 但我国正处夜晚 无法看到太阳 水星灵日再次光临我国上空 则要等到2032年11月13号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的节目 众生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择定 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 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 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干线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